美国缩债时间已经基本确定 大家准备好入场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Emry娜 最近对美股有所关注的投资者们 可能也同样关注了22号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以及新闻发布会 此次的利率决议以及新闻发布会 为投资者提供了以下两点比较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是美国的缩减购债规模的时间 第二个是美联储的加息的时间 美联储的鲍威尔在谈话中 也已经相对明确的表明了 此次的购债规模 可能会在下一次的会议当中得到满足 并且会逐步的减少购债 在2022年年中左右结束 根据机构分析 美联储此次对于缩减购债的表述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下一次利率决议将会正式的宣布 缩减购债的共识 并且美联储也将会在 11月份或者12月份的时候 正式开始缩减购债 那么美联储此次应派的表示 到底对关注美国市场的投资者 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来了解一下量化宽松 以及美国股市的关系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美联储可能会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来刺激本国的经济 而从去年12月开始 为了刺激美国的经济 美联储承诺每个月向市场投放 12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 甚至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就是通过债券的购买 而向市场注入资金的行为 对于美国的股市来说 量化宽松政策一定是极好的 因为大量资金的注入能够极大程度上的 推高美国股市的股价 但是它也会对另一些方面有损伤 比方说通货膨胀或者说货币的走弱 而缩减购债则是相反的 向市场抽水的一种行为 它虽然可以阻止市场的一些过热的行为 但是同样也会一定程度上的导致美国股市的股价回调 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两年投资者们 对于国家以及政策的变化是相当敏感的 今年中国开始规定教育类的 学科类的培训机构是不能上市融资的 从而导致的A股港股以及美股教育板块 联合蒸发了超过7000亿 9月19号的时候 美国财长表示 美国的债务违约可能会导致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 从而引发周一全球性股市恐慌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的问题 在投资者心中占比还是非常大的 那今年开始每一次的美联储会议的前面几天 美国的股市都会进行一些的回调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美联储没有就缩减购债 以及加息的时间做出明确的回答 从而引发市场不确定性导致的股荒 但是呢 现在的缩减以及加息的时间呢 都已经得到了相对明确的回答了 那么投资者们这时候就应该开始准备好充足的资金 等待回调完以后进入市场了 股市呢 每一次因为加息等政策相关原因而出现的波动和回调 都是投资者们进入市场的好时机 那如果大家可以拖出标普500的走势图的话 会发现它的走势图是呈现一个比较漂亮的长期的上行区实现的 那股市的适当回调不仅能够使得投资者们入手心意的股票 同样呢 也能够使得市场实现长期的健康增长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